用古老的智慧和不朽的经典 剥开现实的迷雾 天亮时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时爱扬帆 我是章天亮 今天我们讲六四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上一集我们谈到5月19号的时候 李鹏召开这个当政军大会 然后宣布戒严 在李鹏宣布戒严之前还有一件事 就是赵紫阳在5月19号的早上 其实不是早上是凌晨的时候 大概4点钟吧 神色凄凉的来到了广场跟学生见面 赵紫阳当时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 你们这些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呀 你们还年轻你们要保重身体 他说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等等 他当时讲话非常的凄凉 很多的学生也是感动流泪的 但是赵紫阳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完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 5月19号晚上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 很多的老百姓去堵军车 这个时候就有人想 动用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既然李鹏宣布戒严 李鹏是总理嘛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的话 他们是可以罢免李鹏的 所以当时其实很多人因为对李鹏非常不满 什么军队进城先抓李鹏他们就喊这些口号 他们想罢免李鹏怎么办呢 他们就要 请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万里召开特别的会议 紧急会议 然后呢由人大代表讨论 最后想 废除这个戒严令 甚至是罢免李鹏 这个时候学生们在人大常委中开始寻求联署 按照这个人大的规定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 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话 就必须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这是从程序上来讲 当时这些学生就找找找一共找了57个 人大代表 他们就签字了 签字之后 就达到了法定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人数 下一步就是找万里了 是吧 我们知道万里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一个改革派 他一直是以改革清廉清明开明 著称的 他和赵子阳的关系非常好 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 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安徽凤阳的小港村这些 农民要包产到故的时候 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 没有处罚他们嘛 万里他一直是给这样一个形象 他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改革派 万里在做安徽省委书记的时候 赵子阳在四川做省委书记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好 如果万里在北京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给赵子阳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 但是万里在哪呢 万里现在在国外 他在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尽管万里身在国外 但是万里在提到学生运动的时候 他的调子跟赵子阳基本上是一样 他也是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所以大家就想如果万里一旦回国的话 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 就可以把戒严这个事情扭转过来 但是呢 邓小平他当然也注意到了万里 他可能起到的作用 至少在法理上的话 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嘛 所以邓小平就紧急招万里回国 但是他没有把万里召回北京 因为如果万里回到北京的话 他讲的还是他在加拿大美国讲的一套 学生们是爱国热情值得肯定等等 那你不等于是 跟邓小平常反调了吗 所以邓小平就让万里 先落到上海 当时是以身体的原因 说他身体不太好 到上海休养一下 让万里赶快回国 万里回国是在5月25号的凌晨 但是在5月23号的时候 邓小平就把江泽民紧急的招到北京 由杨尚昆亲自跟江泽民谈话 江泽民那个时候是上海市委书记嘛 所以 杨尚昆就跟江泽民讲 无论如何你要 逼迫也好 说服也好 你要让万里说出 支持戒严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万里的飞机5月25号 5月25号一落到上海机场 基本上他就被江泽民给控制起来 因为他有时差嘛 所以他在25号的时候休整了一下 26号的时候 江泽民啊这批人曾敬红啊 他们就去跟万里谈话 然后呢劝万里 去支持邓小平 万里这个人虽然他和 赵紫阳关系很好但是 我相信这样的共产党员他有的时候党性是会战胜人性的 加上邓小平给他亲笔写信 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希望万里能够帮他一下等等 所以万里呢 最后就妥协了 妥协之后万里在5月27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的话 据说是由他的秘书起草的 但是呢这个万里声明的内容 是支持戒严的 跟邓小平的调子基本上是一样 在这个万里5月27号发表谈话之后呢 眼看着这个 学潮其实已经在逐渐的衰退了 因为这个万里也发表了这样强硬的讲话 通过这个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 这个路也被堵死了 所以呢这个学生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 很多人也就纷纷返校 那么这个时候呢邓小平他们开始讨论 就是在 处理学生运动之后 要换掉赵紫阳的问题 在5月27号的时候他们就 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 也是那些八大佬 邓小平啊 像邓颖超啊 薄一波呀 陈云这批人他们就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的话呢 他们就决定让江泽民 接替赵紫阳做中共的下一任总书记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李鹏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啊 因为我们知道 邓小平在安排这个人事的时候也是考虑了这个问题 因为李鹏从学运一开始 他就抱着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包括这个 宣布戒严的时候也是表情恶狠狠的 所以李鹏的公众形象非常差 如果让李鹏去做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话 就会给外界一个形象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停下来了 因为李鹏是强硬派 感觉是保守派 那改革开放就夭折了 邓小平不想给大家这样的印象 邓小平实际上他的政治遗产就是两大遗产 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六四镇压 所以他不想让他的改革开放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局 所以呢他就 跟李鹏讲你不要当总书记 你一定要配合江泽民 于是就把江泽民调到 北京 因为江泽民在 软禁万里 就是强迫万里去表态和邓小平保持一致 再加上之前的镇压 查封上海 世界经济导报 他的 种种作为 就得到了李先念、陈云等等这些人的认可 因为他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嘛 就是至少是 为了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 他是 干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最后八大佬一开会 就决定让江泽民 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在6月3号晚上的时候 野战军部队等等就进入北京 然后呢 开始屠杀 强行驱散了学生 这一次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的地方报导是 几千人 有的地方报导是上万人 有的地方报导是几百个人 这样具体的数字可能等到多年以后等共产党 解体了 共产党不在了之后这些档案解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 关于整个六四过程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简单的介绍 其实中间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细节 这些细节就留给将来的学者去研究 我们想在 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对六四事件做一点反思和讨论 这些讨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六四最后为什么学生运动失败 当然学生失败有很多的原因 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赵紫阳当时没有在4月23号的时候去访问北朝鲜 他就有可能去说服邓小平收回426社论 就不会有那个426社论 那么也就没有后续的事情了 如果万里没有去美国和加拿大 那么至少在政治局投票的时候还有人站在赵紫阳一边 赵紫阳也不会那么孤单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当然还有战术上的因素 比如说学生如果在 4月22号建好就收 或者是在5月4号以后建好就收 尽管可能有一些学生领袖会受到一些 牵连或者是处理 但是不会比后来那些 像王丹沃开息等等坐牢 这个情况更严重 再一个的话 如果学生当时见好就收的话呢 还能够保住中共在 高层一些支持改革开放的人 比如说赵紫阳 就不会让赵紫阳跟邓小平之间发生 直接的冲突 是吧 包括像李瑞环 包括田济云 乔什等等 就这些人如果他们 没有走到六四镇压那一步 如果这些人还在台上的话 他们还有可能把政治上的开明风气 再延续一段时间 就不会有江泽民上台 这样的一个 中国走向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果 就是一个 一个弄权的小人 一个非常非常凶恶的小人 走上了 中共最高的权位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在战术上来讲 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当时学生们 有两大失误 一个失误的话就是整个学生运动 它是没有一个 组织的 有人说这怎么没有组织 这个学生不是有高自联做组织吗 我说的这种组织的话是要说有一个坚强的学生的领袖 他能够 被大家所认可 他讲的话大家得听 其实我们看整个学运 在当时广场上学生在绝食的时候 包括后来静坐的时候 学生们已经陷入了一个被推上去下不来的这样的 一个境地了 什么叫做被推上去下不来啊 大陆有一个学者叫王立雄 他当时在考察天安门广场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 概念 这个概念是广场效应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当时的广场是所有的媒体聚焦的地方 包括全国人的 眼光都在聚焦天安门广场 在这个时候谁能够在广场上 被大家所关注 他立刻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名人 或者是一个世界性的名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他为了赢得大众的欢呼 他就会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 你的主张越激进 越能够吸引眼球 是吧 而大众在这种激进主张的煽动之下 他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进 也就是说 精英在煽动 大众在胁迫精英 双方已经成为一种共振的模式 这种共振模式会让调子不断不断的升高 最后推向极端 这就是王立雄讲的广场效应 当然他 讲这个效应不一定是针对六四这个事 只针对这么一件事 只是说这样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当时在广场就是这样 谁如果想说要撤退 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想要让学生撤下来 像严明富甚至说 统战部部长 他说我给你们做人质 我跟着你们 如果政府不对话 你们可以把我劫走 包括像包尊信 像戴琴等等 他们都到广场上去劝学生 但是理性的声音在那个时候 是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只有越激进的声音才能够越被大家所接受 所以后来有一个人 当然他也是打比方 这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讲这样一句话 他说那个时候绝食的时候你让大家撤 大家是不会撤的 但是你要说我要自焚 那肯定所有的目光都会 集中到你身上 他就说很多人呢 抱着这样的一种表演的性质 在天安门上 我这样讲我只是讲这么一种心理 我并不是在讲广场上 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只是讲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样的一种心理 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学生们已经背离了民主的基本的初衷 很多人觉得民主 它不就是大多数人做主吗 是吧 其实不是 这是对民主的一个重大的误解 民主是大众的选举 选出来一个人来替大家做主 比如说 美国 它是一个民主制度 然后大家选出了川普作为总统 这个时候川普就要做决定了 比如说川普决定要不要建墙 要不要给墨西哥产品加关税 川普决定要不要对某个国家进行宣战 川普决定要不要任命某一个人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等等 这就是民主 民主实际上是一个授权的过程 是授权一个人来做决定的过程 但是做决定的是你授权的那个人 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大众决定 那如果所有事都要大众决定的话还选一个总统干什么 所以 所以这就是当时学生们对民主一个重大的误解 到最后什么程度呢 就是当坦克和机枪已经包围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撤退 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领袖能够说服学生撤退 那学生是怎么撤的呢 把学生分为两拨 一拨人喊 如果要撤退的话你就喊撤 一拨人要不想撤的话你就喊不撤 两边喊 看谁声音大 这不是民主这是民粹啊 所以 如果 学生的领袖们不懂民主只懂民粹的话 事事都要大众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 而且他也没有在 学生中间形成那种领袖的权威他做了决定也没有人听的话 这根本就不是民主 所以这就是学生对民主本身的不认识 造成整个天安门 整个这个事件一步一步被推到了那个极端 当然我这么讲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做的是对的 我只是讲 学生如果当时能够更成熟一点做得更好一点的话 可能不会是这样一个最坏的结果 那么这是 在这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那么当然它跟整个社会各界的联系也不够 其实当时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只是采取了一种旁观 和声援的态度 最多是欢呼喝彩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商人罢市等等 全国范围的这样的运动的话就几乎没有出现 所以说实际上当时这个学生对于 社会各界的启蒙也是不够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战略的错误 就是学生 他这次学潮运动 是以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说你在挑战我的领导 实际上学生们他们 包括四二期游行的时候都打出过 拥护共产党这样的口号 然后你要跟共产党对话呀 你要跟共产党的高层对话 要求共产党收回社论 这都是以承认共产党合法性为前提的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后镇压你 你不是承认我的权力吗 那我就镇压你 所以这和后来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解体是完全不一样 就在1989年的6月4号 也就是六四开枪的同一天 在波兰举行了第1次大选 在这次大选中团结工会获胜 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 波兰成为东欧第1个民主化的国家 而中国这边是机枪坦克 是血与火 所以 我们要看到学生对当时共产党的认识不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一直到 2000年 初的时候 就是过了2000年的时候 大家对共产党仍然抱着一种改良的心态 很多人还是希望共产党自己编好 真正能够达到对共产党彻底的否定 真正能够达到对全民的启蒙 甚至是 全民的参与 去 去解体共产党 这个其实就是从2004年的时候 大纪元时报 发表九评共产党开始 这才是真正的把共产党做了一个彻底的揭露 然后让老百姓放弃的对共产党的幻想 那么我还想再谈一个问题 在六四之后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势力是越来越萎缩 当时在六四之后海外有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但是后来越来越萎缩 现在每到六四的时候 六四三十周年 你再看美国 当年比如说几千人的游行 现在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或者是一两百个人举行集会在今年六四 为什么海外民运越来越萎缩 为什么很多 年轻的人他们不再加入这样的 行动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 海外的民运它是把民主作为一个目标 去追求 它不是把民主作为一个手段 它是把民主作为一个目标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民主如果作为一种手段的话 它讲的是什么 它讲的是妥协 讲的是协商 讲的是利益之间的勾兑 就是说 最后利益上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我们最后达成一个平衡 这个是 如果你要把民主作为目标的话 你就会盯着这些东西看 那么既然民主 是讲协商和妥协的 那我为什么不跟共产党妥协呢 是吧 所以很多海外的民运呢 当然它有很多共产党的特务参进来 捣乱 这样的因素确实存在 那也很多人的话他们就觉得OK好 既然我的民主 我追求民主是为了分配利益 那现在中国老百姓又过得不错 那么共产党看起来好像是说 它是能够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 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跟共产党去讨论呢 为什么不去跟共产党协商和妥协呢 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放弃了民主 他们觉得好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也一样可以 把这个利益分配好 那么这些人的话他们就去投奔共产党去了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就是六四开枪之后的后果 六四开枪之后的话就是共产党在 六四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社论 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这句话后来就成为了整个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口号 一直到今天还在喊稳定压倒一切 从此的话中共就开启了一种叫做维稳的模式 就是在 中共长期的宣传中的很多人认为稳定是 最高的价值 至于说什么公平啊什么公正啊什么开放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自由等等都要为稳定 来让路 认为只有稳定的话才能够发展经济 所以稳定就是一个最高的价值 那么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的共产党它做了一个调整 它的调整基本上就是一种赎买策略 它就是 用经济发展来收买百姓的民心 然后用 很多的钱去收买那些知识分子 给他们很高的待遇让他们来维护这个体制 然后呢让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 让官员去贪污腐败 让他们能够赚到钱 所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 基本上在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 它能够维系 统治的唯一的手段 软性的手段 重要手段就是钱 它通过这种收买的方式去收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然后把它们形成一个铁三角 稳固的支撑起这个体制 当然这个体制本身它就是以欺骗为目的 就是说它 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编造理论去欺骗这个百姓 那当然它在另一支手段 另一支手就是高压维稳 就是共产党开启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模式 当然共产党它用这种经济赎买的方式 希望大家通过过好日子的方式能够对它的 做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其实也很难维系了 因为既然经济发展是你唯一的合法性来源 如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下滑了 下滑的时候你的合法性就在流失 而且很多贪官 他现在也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可以在这个体制中继续为你服务 你给我钱的话我想办法跑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 跑到国外去 所以现在中国出现很多裸观 所以中共现在用这个经济来维系 来赎买社会各界的支持 这条路基本上也是走不下去了 而且共产党现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 它在国内积累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贪官他们看到这个情况 他们也觉得留在国内是不安全的 最后我们想谈一下 中国如何才能走向自由 我们前面分析了一下六四失败的原因 就是这个 学潮为什么 失败 战略上的 包括一些偶然性的因素造成了他的失败 那么我们就想谈一下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带领中国走向自由 我们在以前曾经提到过 自由它是一种价值 很多人愿意为了这样的价值去牺牲生命 所谓不自由 无宁死 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又抱着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样的一种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它是一种公共品 这个自由的话呢 你要去争取它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那么 有些人他可能选择做一个看客 做一个搭便车的人 你们要想争取自由你们愿意去付出代价 你们就去做 我也不去做我也不付这个代价 但是当你们一旦争取到自由的时候 自由也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 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很多人他不愿意为自由付这个代价 他又指望自由能够从天而降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么也就必须得找到这样一批人 他们愿意为了自由 去支付这个代价 也就是说这批人必须是有理想的人 同时这批人他要是一群理性的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 广场效应就是刚才 提到过王立雄讲的广场效应 就是如果整个社会人他被一种情绪所主导 被一种激情所主导的时候 这种激情 通常来说的话是不会长久的 一旦 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说是 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 这样的激情就会消失 所以如果想争取自由的话 需要有一批人 他们是理性的 他们 认为自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甚至为此付出牺牲 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我们看一看中国大陆的现状 就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70年 不管是镇压哪一个团体 它 通常 用不了三天就会把它镇压下去 包括当时天安门百万人大游行 支持学生 这个机枪一开坦克一开上来 整个这个运动就风流云散了 支持不了三天 包括中共想打击它内部的那些人 包括国家主席呀什么军委副主席呀 他想打倒谁的话也用不过三天 那么在中共70年执政的历史上 只有一个团体 中共 不说三天它20年都没有镇压下去 这就是法轮功群体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一种非常坚韧 非常持久的精神 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九平共产党 发表之后 很多法轮功学员通过 劝人退出党团队这样的方式 让人 在这个心理上 在他的意识形态上 离开共产党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法轮功学员受到多大的 打击 受到多么残酷的镇压 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世间的利益 他们追求的是他们的信仰 就是对真善忍的信仰 尽管他们搞的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 因为他们只是想有自己的信仰自由 但是在客观上的话呢 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共产党镇压下去的群体 而且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也是在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去解体中共 我们知道只有这种信仰的价值 它是最持久的 它的力量也是最坚韧的 对于信仰团体来说 像基督徒曾经被迫害300年 基督徒都没有放弃 所以法轮功学员现在也处在这样的一种境遇 虽然是被迫害但是他们不会放弃 一个信仰团体在被镇压的时候 它可以 被镇压20年100年300年 看不到希望的话他们还会坚持 他们失败了100次他们会站起来101次 但是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邪教集团 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 这样一个由利益粘合的集团 它只要失败一次 它就会彻底的失败 所以 对共产党的抗争的话我想理性 然后呢这个坚韧 能够为一个价值勇于牺牲 只有这样的团体才能够最终导致 中共的解体 这就是我们对六四的一个总结 整个这个六四系列的话呢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这个频道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